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先开经本 第十八页 第二号 第十八页 第二号 第二遍体 大成经 借以十项悲体 天台家介绍玄境大义 总分五条 称之为五重玄义 第一条是解释精明 第二条是辨体 辨识辨别 体是性质 也就是这一步经理论的依据 佛为我们说这步经 佛是根据什么说的 这一条非常重要 假如佛要没有真实理论的根据 他所说的我们就很难采信 一定要有真正的理论依据 这辨体主要是要说明这一档事情 那么由此可知 佛说今不是凭空而说的 不是凭自己想象猜测而说的 那个都靠不住的 这个地方 大四为我们说的 大乘经介绍于十项和体 佛经本大乘 孝尘经是神书 帮帝的书 所以孝尘经的真实是方法的书 但是大乘经呢 比小乘经更要真实 所以一切大乘经呢 都是以十项为体 摄像是四十真相 也就是说 佛是根据四十真相说的 这些四十真相 我们反复因为迷失了自信 因此我们见不到真相 我们所见到的都是虚妄想 就像佛在金刚经上为我们说的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是我们凡复见到的 但是诸佛与大菩萨们所见到的境界呢 那就不一样的 凡所有相 我们见到的 人家见到的都是真相 人家见到的都是真相 我们见到的都是妄想 这个道理 这个道理在什么地方 为什么他见的是真相 我们见的是妄想 实在是 这个问题发生了都在自己 诸佛与大菩萨 诸佛与大菩萨 用真心 真心就见真相 我们用的是妄想 怎么知道是妄想呢 妄想是个生命心 我们心里念头 一个念头起 一个念头灭 所以我们用的叫生命心 看到外面的境界 是生命心